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今天我们要来实作这个两角器 两国旗 那首先呢 我们先打开练习档 在练习档里面 我们已经加载了两个图片 第一个图片就是这两角器 第二个图片是这国旗 那首先我们要先介绍一下呢 图片呢 放在GGV里面 我们可以点一下呢 它的这个设定 那这边图片它有一个位置 位置呢 它上面这里可以设两个点 就是左下跟这个右下 我先让这个两角器的中心呢 跟圆点重合 那我这边的R点就是L加上L往右10 所以我就是可以控制这个宽度是10 你可以直接用点来设置 那甚至呢 也可以直接写坐标在里面 例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国旗的设置 好 那这个国旗 这边可以点一下60 右下跟120 这样子呢 就把这个国旗放进来了 好 所以目前呢 有了这基本的国旗 接下来 我就是要让这个圆移动 那移动呢 其实蛮简单的 首先 我们先定一下这个圆点 还是把它叫成这个OO 接着呢 我们再来点一个点A 所以我们想要做的就是什么 把这个两角器移到A的地方 对 好 那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Translate平移的指令 好 现在呢 这个图是PICE 移到这个A 诶 那这样子呢 我的两角器就移动了 有没有觉得比想象中简单 那这个移动完这个图呢 就叫PICP 好 那我们把它改个名字 就把它叫做PIEET T呢 就是经过了平移的转动 好 那原本的图呢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把它藏起来 这个LO跟R也可以藏起来 好 现在A呢 就可以控制这个两角器的位置 好 那我们先去 Guerra 好 我先把主席 然后我先做的